麥克陳是美國風險諮詢公司 德安華駐香港的董事總經理 他於7月前往中國 隨後通知雇主 他無法離境 儘管他還可以工作 能自由活動 根據德安華官網 麥克陳專門處理企業無力償還 以及業務沖整案件 德安華的運營方式與今年稍早 遭到中共突襲的外國公司類似 向這類的顧問公司正面臨中共的嚴厲審查 今年3月 中共突襲了美國企業禁止調查業者 美斯明治集團在北京的辦事處 並拘留5名中國員工 接著還突擊搜查美國管理顧問公司 貝恩的上海辦事處 以及諮詢公司凱聖容英的多個辦事處 北京經常利用旅行限制 變相進行刑事調查 或以此作為與外國政府的談判籌碼 這類出境禁令可以長達幾個月到幾年之久 中共任意拘留外企員工 不僅削弱了外國企業對中國的信心 美國國務院也建議美國人 重新考慮前往中國旅行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高玉綜合報導